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打今儿起啊,咱们要聊这个藏传佛教的分流分派了 咱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呢,就是藏传佛教里边最古老的一派,叫做宁瓦派 那么说这个藏传佛教有多少派啊,他爱多少派多少派 咱们书馆啊,是愚众为主,我最希望就是给您讲的故事啊 您听完之后哈哈一乐,多吃两碗饭 所以说呢,讲之前我就先得甄别一下 藏传佛教这些门派啊,哪怕你啊,这法术能够这个缩帐为齿 能够这个撒斗成兵 可是呢,您这门派啊,从这个创了一史啊 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那咱也不聊你,一带而过 那咱们既然选择这期啊,咱们先聊这个宁瓦派 这宁瓦派的必定有有意思的好玩的故事 哎,您还别觉得我这标题啊,它有点这个博人眼球 有点这个标题党的意思,可是您还真别这么说 我要是按照真实情况取个标题啊,那还不见得过神 得类,咱们先说说这宁瓦派它是什么 这个藏传佛教我们都知道,每一宗每一派,它都是有颜色的 这宁瓦派呢,它也有颜色,宁瓦派啊,它叫红教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宁瓦派的僧人通常啊,会把自己的庙语刷成红色 然后呢,这个僧人呢,穿红夹衫,戴红帽子 所以啊,在藏传佛教的五大教门之中啊,他就被尊为红教 这宁瓦一词啊,挺有意思的,哎,它是古旧的意思,遵从传统吗? 当然了,在这个藏传佛教几大派系当中啊,他们也确实是最早 他们遵这个前红期的莲花生大师啊,为教主 再往前呢,没人了,咱们前面说我聊到过这莲花生大师 他有一套理论,他主张呢,你要在此地传法 你就把本地的土著神呢,都吸纳到你佛教当中来 成为你佛教的护法神 这样呢,就有利于传法 这个喇嘛在这儿的红法传教啊,就会更方便一点 到这个本地牧民家一看呢,这本地牧民正在供养一尊大黑神 你要是过去之后,貌貌实实的就跟人家说啊 您别供养这尊神了,您看我这佛陀肯定比他灵 那我估计这么一说啊,这喇嘛呀,离挨揍肯定就不远了 哎,那如果你要是换个说法呢 说嗨,您供这尊神,其实跟我供的这个佛陀呀 但是一尊神,无非就是啊,您这大黑神呢 是我这个佛陀的化身 或者说呢,您这大黑神呢,是我这个佛陀的护法神 然后呢,再配上这个莲花生大师啊 金刚成密法的一套声光电的表演 哎,不是,是显圣 这牧民一看呢,这忽然开朗 哦,原来是这么码的事儿 原来咱们信奉的是同宗同派,无非就是神仙长得不同 这么一来呢,不用费多尊尽呢 这牧民呢,就皈依了佛教了 那么说莲花生大师,他吸收来的都是什么神呢 那自然都是本教的神 都被他尊为啊,佛教的护法神 这宁马派他继承的就是莲花生大师 以及这个本教的古土拨的秘咒 咱们前文书啊,也聊过 这几乎大师依次传法不行啊 才请来了自己的妹夫莲花生大师 这莲花生大师与本教的法师一通斗法之后 本教输了 最后呢,经这个赞谱判定啊 给了本教三条出路 第一条出路呢,就是你们皈依佛教 第二条出路呢,就是你们还俗吧 成老百姓吧 第三条出路,看似是最残酷的出路 就是啊,带上你的佛像 带上你的经典去流放去吧 可是现在我们也知道 流放的地儿啊,远远比这个西藏的生存环境要好得多 后来请人家回来,人也不回来了 这宁马派啊,很有可能就是 这赞谱给指出第一条出路的那群僧人 咱们只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 前文书咱也聊到过 桑耶大士嘛,这群僧人呢 对着神发了事 以后啊,要放弃本教的观点 长信三宝,就算皈依了佛教了 可是,他最有意思的是 他们冲谁发的事呢 他们实际上是冲本教这些神发的事 很有可能就是这群僧人 就是后来的宁马派信徒 其实呢,和任何的这个学术宗派都一样 需要有这个实践派和学术派 这宁马派啊,也是一样 咱们要聊这个宁马派的初始啊,就躲不开这么五个人 这五个人里边啊,就有这实践派和这个学术派 这实践派和学术派的创始人加到一起 一共是五个人 哎,要说这宁马派的创派啊,他是一个家族 有人就问了,呦,这佛教的创派怎么还能是一个家族吗 这就得回到啊,这朗达玛灭佛时期了 灭佛时期,你要是想传法呀 那是要杀头的 那有人就说了都灭佛了,你还传法干嘛呀 哎,不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啊 有这么一个家族啊,叫苏尔家族 这苏尔家族啊,就是这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苏尔家族啊,除了一二三 也就是咱们要说的宁马派剑派五位标志性人物的其中之三 哎,那这三宿都是谁呢 这是苏尔波茜,苏尔贡和苏尔琼 那咱们先聊聊这个投宿的苏尔波茜 这苏尔波茜啊,他生于公元的一零零二年 他跟随着很多的密宗的大师啊,都学过这个旧的密咒 而且啊,这苏尔波茜把这些咒我都总结起来 就形成了宁马派的基本咒语 据说呀,当时跟这个苏尔波茜学咒的弟子就有一百零八人 那按照这个藏国人一说呀,这规模又大了 又是这个四梁八柱三十三传 那么说广是学咒啊,他肯定不能成为佛学大师 这苏尔波茜呢,还跟随着二圣卓米法师啊,学过法术 咱们讲着卓米大师的时候咱说了 宁马派的祖师苏尔波茜 追随着二圣卓米大师学习道国密法 给多少钱呢?奉黄金一百两 他必定啊,是家族的势力 钱是有限的,他不像呢,有些大师啊 他背后支持的是王权,是政权 这苏尔波茜啊,他潜心修法呀 所以说呢,一生啊,也没娶过媳妇 也没留下后代 于是呢,他就收养了他的侄子 他侄子是谁呢? 他侄子呀,其实在这个宁马派的初始时期 就更有成就,就是苏尔琼 这苏尔琼啊,是苏尔共的儿子 您看呢,咱们宁马派的创派始祖 这三苏尔,就已经都出场了 咱们主要说这个苏尔琼 您看这个苏尔琼啊,在藏语里 他还有个名字 尊称他为拉杰钵 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大医师的意思 就像咱们汉帝啊 给这孙思秒上的尊号 医圣是一个意思 这多明白呀,这宁马派的两大看家本事 一个是师咒,一个就是看病 显然在那个年代 这两个手艺 那时候藏民的生活密不可分的 那您想,这么一来呀 很快这三苏家族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有钱之后干嘛呀?建庙吧 这苏尔波茜啊 就建了宁马派的第一座庙宇 叫苏巴龙寺 也有人说这苏巴龙寺 算不得是一座庙宇 无非就是三苏他们家一个庄园而已 因为没有和尚 怎么算是庙宇呢? 对呀,因为这三苏人家一家 都是家族传承不是? 咱们刚才是不是漏了一句没讲啊? 咱们是不是没说 这为什么最初的宁马派 他有家族传承? 这原因的挺简单 灭法时期啊 传承佛法不能让外人知道 家族传承比较安全 爸爸传儿子 大爷传侄子 全是一家人 就不会出现告密的现象 那么一旦有人告密 会怎么办呢? 就是灭族 据说啊 在那一时期 这苏尔琼啊 修到了这个宁马派的最高境界 什么境界呢? 叫一切事物皆是金刚萨朵性 有人说说书的 你给我们讲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听起来就说那神秘 高深莫测的 讲不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您就知道啊 这是宁马派的修习最高境界就行了 我知道是什么 那今天给您说书的就不是我了 就是神仙了 再有了神仙也不能给您说书了 那肯定啊 那工作需要就更忙了 穿着紧身衣啊 那拯救地球了就 那这么一来呢 这三宿啊 这自个的学术成就也有了 财富也积累了 也成为了宗教领袖了 于是创建了宁马派 那么之后要说的这两位呢 一位啊 是这个荣雀吉桑波 他被称为这个西藏班智达 那您想想 有这称号的人 那他一定是有这个大成就大学问的 还有一位学者呢 就是龙青柔将吧 得 这宁马派的开派五圣啊 算是全出场了 那么说有前边这个三肃尔的实践派 那又后边这两位学者干嘛 哎 您问着了 这两位大师 那是理论派 叫经院僧侣 那他们干嘛的呢 他们负责呀 在这个寺庙里做研究工作 严守戒律 然后专心专注的 对经典和佛理进行研究 然后啊 就是开山门 广收门徒 那有人说了 竟研究这个咒术和这个治病了 这宁马派的经典 那从哪来呀 有 他们的经典啊 来自于叫浮藏 哎 这浮藏这个名词 您听着也不陌生 咱们前文书讲女国佛的时候啊 咱就讲过 这挖浮藏的人呢 都坚信 这浮藏是谁买的 是莲花生大师买的 那么这个宁马派奉莲花生大师为教主 他们能不去挖吗 他们当然得挖了 不但挖呀 还给这个浮藏系统化和理论化 他们这个浮藏分四种 哎 上部浮藏 下部浮藏 南部浮藏和北部浮藏 其实要让我说呀 这也好理解 那无非就是方向问题 那这南北呢 那无非就是康巴藏区和安多藏区 这个上下怎么分呢 这藏人呢 以西为上 东为下 那上呢 自然就是阿里地区 这下呢 那自然就是这个拉萨河山南地区 关于这个南北上下 是我猜的啊 您要是有更好的理解呢 您可以评论区 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也让我明白明白 哎 下回啊 我好跟人家说谷去 那么说这浮藏 它有没有啊 这浮藏肯定是有 这西藏啊 经历过灭佛灭法时期 所以这僧人呢 为了把这个经书经典 以及法器妥善的保存下来呀 他们就藏 这埋藏呢 肯定是最好的保存方法 除了埋藏之外呀 那像什么课经啊 课碑呀 抄经 血经啊 这都是啊 把这个佛法流传下去的方式 只不过呢 一个呢 是浮藏 埋起来了 藏起来了 一个呢 是冥藏 那按照咱们刚才这解释 人家这和尚啊 是有备而无患 居安而思危 可是这帮绝藏派的僧人 他们不这么认为 这帮专门去挖浮藏的法师啊 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戴敦 这帮戴敦觉得呀 刚才咱们这些说法呢 完全就是扯了 这些福藏 那全是莲花生大师埋的 就是为了典花后人来的 可是到了最后啊 这些佛教的经文呢 就越挖越多 越挖越多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当然很简单了 那有人呢 就是借着这种名义啊 埋了大量的伪经 那这这好理解呀 就是突然我有了点学术成果 可是啊 我这个人轻示威 我说出来也没人听 没人信 所以呢 我干脆就埋了他 名字要挖出来 我就是是莲花生大师留下的 哎 这一下子 我这个理论也广为流传了 那您看啊 咱们刚才说了 这宁马派两位大师 荣雀吉桑波 还有这个龙青柔将八 这两位大师啊 对前任的成果总结之后 有没有自己宁马派的理论呢 当然有了 叫做九成 那什么叫做九成呢 这九成啊 就是成佛的九条路 你要是想有大成就 是缺一不可 那有人说不对 我听说过呀 无论汉藏都是三成啊 虽然这两个三成啊 它有所区别 这汉传的三成啊 叫声闻觉悟和菩萨 这密宗认为呢 三成啊 是这个士部 行部和瑜伽部 这宁马派说了 你们广有这个可不行 这两个三呢 得加到一起 还有我宁马派的三成 叫什么呢 叫启大瑜伽 吊翅 阿鲁瑜伽 大圆满 阿底瑜伽 哎 这就是宁马派独有的 有了这个九成 您就可以大圆满了 这宁马派的家族传承 所以说建的庙啊 也不多 它呢 因为受这个四川的德格 土司庇佑 所以说 它的庙啊 也基本上都在这康巴地区 这桑叶寺呢 原来本来是这宁马派的庙 可是后来呢 这萨迦派势大的时候 强取豪夺 就把这庙也占了 啊 宁马派不干呢 最后啊 这萨迦派把护法殿 就分给了宁马 所以这桑叶寺啊 就只有护法殿 才是宁马派 那咱们接下来这点时间呢 咱们就要说说 跟咱们这一期标题有关的了 哎 这宁马派啊 有一本独家经书 这本经书的名字叫 《中阴听闻救度经》 那这是一部什么经文呢 这真是一部啊 让你绕过六道轮回 直接到达天堂的书 那么是不是到达天堂呢 也不好说 那解脱了呢 自然呢 也就是到达天堂了 这里边最关键的字是中阴 什么是中阴呢 宁马派认为人死了之后啊 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这人呢 只不过是看上去死了 实际上灵魂呢 还没有进入到轮回当中 然后呢 在这四十九天之内 宁马派的上师啊 就会引导你 当然了 是引导灵魂了 如何做呀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那这法术要是真灵的话 那高级确了 您想想啊 轮回之苦 轮回之苦 那如果不轮回 直接能上天堂 或者说呀 能够直接解脱 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啊 也没有谁能反归回来说 这套经啊 它到底灵验不灵验 其实呢 这个很多宗教啊 都有通过某种方式 引导灵魂去天堂 只不过呢 没有这个藏传佛教 宁马派什么系统而已 您想人家还有一本啊 这个中阴听闻 旧度经 这喇嘛呀 还得城邦接火的 在这个家里做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 哎 问题来了 我有一件事情啊 很想知道 这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 那是不是得按天收钱呢 哦 天哪 行了 宁马派的故事咱就讲完了 您别问我这中阴天文旧度经啊 到底是什么内容 宁马派的不传秘法 您想想我一说书的 我能知道吗 得嘞 咱明儿啊 继续往下讲 这藏传佛教宗派的故事 就说了 好吧 stai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